HELLO 大家好 我是MK Camera的Frankie 昨天說了這部M6相機 有朋友說想買這部M6相機 要怎樣檢查這部機 知道它是正常的問題 我想這部機器可以跟大家說一說 首先第一步檢查的東西 就是檢查它的快門 它的快門是否正常 好像這個B快門 就是按鍵下去就開 放手就關閉 再一次 按鍵開放手就關閉 接著1秒 2分1秒 4分1秒 而處理催 通常有問題是會慢快門 還要留意一件事 有時快門會很穩定 情況是有時可以 但有時會不可以 甚至於不同的角度 有時又可以 有時又不可以 所以有時候試試 可能要試試一些 奇怪一點的方位 因為這樣才能試試這部機 是否真的正常 像這部這樣 現在二分一秒 無論是哪個範圍 都可以 沒問題 還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看它的 閃門簾 有沒有漏光 像現在這樣檢查一下 有沒有漏光 上了菲林或者沒有上菲林 都檢查一下 看看它是否可以全開 有機會開不完 可能有一條邊位 開不完 到時拍照時有個情況 就是在邊位 會黑了一部份 所以用在上來就很順盡 還有這件事就是 是七光 七光 如果有支鏡頭 最好扭下去 試一試 譬如我現在是100度 現在的環境 我全開光圈 試一試 對 就要抬了一下菲林 半按的話 它就開始亮 像現在這樣 我看到 我選了二分一秒 它就右邊的箭嘴亮 即是超過了 你試一下不斷地轉 扭到兩個箭嘴 對 你再自己看一看 六十分之一秒 就像現在的情形 100度 失露環境 1.4光圈 這個很合理 亦是按照邏輯 去計算一下 這件事 還有一個方式 就是 如果你有另一部機 你可以用另一部機 做一個比較 看看 和鏡頭 會不會是 差不多 或者如果你沒有的話 可以有些 Apps也有七光的功能 那你就去試一下 到底大腿是否正常 還有一件事 就是試一下 對焦 看看是否準確 因為對焦 相機和鏡頭之間的溝通 就是靠這個 Bearing 這個 看看它是否正常 去彈 還有有沒有粒度 扁度 這個 都會影響到日後 如果是對焦 是否準確 都會靠這個 大致上 飛鏡相機 要檢查的東西 並不是太多 那麼 簡短的介紹 基本上 你檢查一部飛鏡相機 就已經足夠了 相信簡短的介紹 可能未必滿足到你的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 關於這部M6的資料的話 歡迎你來到我們尖沙咀 或者是旺角的店 親自去感受一下 去了解一下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你給我一個Like 我和Subscribe 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